接下来我们看电流 就是说电荷它移动的时候 在导体内部移动的时候 它就造成所谓的电流 我们现在介绍电流 如果我们假定这里有一段的导体 一段的圆柱导体 这个意思就表示两端延伸到无限远 如果我们在导体的内部 产生一个不为灵的电场 就是说这个电场我们让它不等于零 想办法让它不等于零 于是这个导体内部的电荷就开始运动 它的自由电荷开始运动 正电荷就顺着电场运动 负电荷立着电场运动 在一般我们的金属导体都是电子在动 但是我们有好多的电解值有没有 电解溶液 电解值溶液 里头有正电荷的离子 有正离子有负离子 那么正离子受电场就顺着电场运动 负离子受电场的作用就逆着电场运动 那么于是这里头的电荷就在动 自由电荷就开始移动了 我们在这个地方随便一个地方画一个cross section 这个cross section的面积是A 面积是A 那在正电荷来说 它受一个作用就往这边跑 正Q 如果是负电荷的话呢 它是负Q 那么它就往这边跑 它的速度 往这边跑 它总要穿过这个面 对不对 穿过这个cross section 那于是我们就定义 定义 I要等于 DQ DQ BT DQ 就是说 我现在 在很短很短的时间里面 穿过这个面的总电量 DQ 很小量 因为时间很短 那么DQ呢 有的是正电荷这边走 有的是负电荷这边走 它的定义就是 正电荷的绝对值 加上负电荷的绝对值 OK 比如说我五库轮往这边 每一秒 同时每一秒 有五库轮的负电荷穿过这个面 那么穿过这个面的电量应该算多少 算十库轮 OK 十库轮 那么这个就是电流 它的单位是coulomb per second coulomb per second 那我们设定另外一个单位 叫做ampere 一个ampere ampere就是这样写 一个ampere 等于一个 一ampere 一ampere 叫做 一个ampere 每一秒有一ampere 电量从那里过 中文就是写成ampere OK 这是ampere 单位就是ampere 这是电流 电流有一个特性 一定要记住 你在这个当中 就是你从这边过去的 总电量 我们现在就当成一种电荷好了 我从这里流过去五库轮 那从这个界面出去的也是五库轮 从这个界面进去的是五库轮 从这个界面出来的还是五库轮 那也就是说 在一个导体内部 任何一个界面上面的电流都相等 这有点像我们以前讲流体力学 流体力学那个flow tube flow tube就是 你水 单位时间进去多少质量 那边就单位时间流出来多少质量 因为它里头不能储存 也不能产生 那这个也是一样 你电流从这里流进去 单位时间 我进去十库轮 从这边就要出来十库轮了 你不能说我进去一百库轮 从这里才出来十库轮 那我九十库轮到哪里去了 都粗藏在里头 好像我们脚踏车打气 你拼命打拼命打拼命打 有进无出 最后再打会爆掉 你知道吧 本来车带是扁的 你打打打就鼓起来 气存在里头 你有没有看到电线 我一通电 这边没电流 然后电线就 就就就就就就 就膨胀起来 像像气球一样 有没有这种状况 没有 意思就是 它电荷不能储藏在里头 也不能够 就是说里面也不会制造电流 因此 你这个导体 我们画的是一个有规则的 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呢 你这边进去是哀 这边出来还是要哀 仍然要哀 你从这边进去的是哀 这边出来也是哀 那就是说 任何一个界面的电流 同一个导体 没有别的出路 这里出去那边出来 当中任何一个界面的电流 都是常数 那么我们另外有一个单位 有一个定义 叫做电流密度 J J等于I被A除 比如说这里的J 这是A1 这个J呢 就是J1 这个是J2 这个是J3 这是A2 这个是A3 那个是指局部的电流密度 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我们就发现了 J2的电流密度 比J温要大还是小 要大 对不对 因为电流相当 可是它的面积比较小 所以呢 电流密度就会比较大 所以同一个导体 它J面积不同的位置 电流密度可能不一样 如果它J面积不相等的话 它就不一样 除非它相等 好 这个是 单位是A A2 这个叫做电流密度 你注明一下 它不是常数 一般来说 它不是常数 那么 我们要算电流的话 往往不能够J就乘上A 不可以 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导体是这个样子的 有一部分的导体是这样子 那么 那么它的电流密度 好 这个代表 电流密度流过去的这个路径 路径 那你说 我现在取这个界面 上面的电流 跟我取这个界面的电流 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你这个电流要怎么取呢 电流要怎么取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 画成这样子 好 这一边 Current Density 你在这一边 取一个面积的 基数 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个 小小的Di Di这个时候要写成 J.da Di要写成 J.da 我再写大一点 好 好 那么全部这个面积上的电流呢 我们就要写成 J.da 要积分 因为 出租密度不一样啊 这个密度 你看它分开 这个越 分得越开 密度越小啊 好 那么 因此呢 电流 用电流密度来求电流 要这样子做 好 那可见呢 电流密度是一种向量 电流是存量 电流密度是向量 好 它有方向的 OK 好 这个是 我们讲的这个 电流 好 那么 我们现在看一个 同一个 导体里面 有好多种的载体 好多种的这个 带电体 那么 它的 Current Density 要怎么写呢 假如这个是一个导体 它的电流是 是这个方向 但是它里头有很多种载体啊 好像一个电解值容易啊 电解值容易 比如说那个 我们随便拿一个电解值容易 食盐容易 它有负电 有正电 还有其他的容易 它有更多种的这个 离子 好 现在我们就看它的 一个一个离子来看 比如说 我现在有一个 positive charge 它顺着电场 电流的方向是这样子哦 电流的方向 就是正电荷移动的方向 是电流的方向 负电荷移动的方向 的反方向 是电流的方向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好 我们假如这个导体里头 这个导体里头 带这种电量的 它单位体积有N温个 单位体积有这么多个载体 它所带的电量是Q温个 那么现在我们要问 从 这是一个 界面集 一个界面集 那么 我们现在要算什么东西呢 我们要算 从这个界面里头 穿过去的 我们另外画一个界面好了 从这个界面集里头 穿过去的 这种电荷 单位 有 data t 时间里面有多少个 好 那么我们就算 假定 这个表面跟这个表面 它之间的距离呢 是 等于 这是v1 v1 乘上 乘dt好了 这长度 v1乘dt 那么 凡是 它在这个表面的 dt秒一定跑到这里 对不对 如果在这个表面以内的呢 dt秒一定穿过去 在这里的呢 就穿不过去 因此我们说 穿过这个界面的 这样的一个导体 它的dq1 等于多少 dt秒里头 那我们说 好 n个 乘上q1的电量 再乘上这个体积 这个就是 这样的一个电荷 穿过去的 总电量 那么 负电荷就是 从这边过去了 我们可以照这样子看 dq2 是等于 n2 q2 好 有好多种 我们都是这样把它 加起来 好 那么 dt秒里头 穿过去的 总电量 我们就可以 把它写成这样子 dq q1 加q2 就是从那个 界面积里面 dt秒 不管是哪一种 电荷 穿过这个面积的 总电量 总电量 就等于 这些是核 那么我们就可以写成 n1 q1 v1 加上n2 q2 v2 这是大家 我们把大家 共同量 提出来 就是a 乘上 dt dt OK 好 那这个可以把它写成 a dt sigma ni qi vi 好 那么 把dt除过来 就变成 电流 电流 等于 dq over dt 要等于 a 乘sigma ni qi vi 好 那么 current current density 就是等于 i a 等于 sigma ni qi vi 但我们要把它写成 向量的时候 我们要这么写 j a 要等于 sigma ni qi v 要 画一个 键号 表示一个 向量 因为啊 你正电荷是往那边走 负电荷是往这边走 负电荷往这边走 那么 current density呢 是圆着 顺着正电荷的方向 那么负电荷怎么办呢 负电荷我们知道 如果这个v是正的话 它这个v就是负的 就是负的 但是它的q本身是负 负成负就变成正 所以它还是current density还是这个方向 这个式子将来很有用 要记住 那么这个地方的vi呢 是这个电荷的 所谓的drift velocity 叫做 飘移速度 飘移速度 飘移速度跟这个自由电荷 自己乱动这个速度 不一样 那比它小的太多了 比它小太多 等等我们会再讲到这个 再讲到金属导体的理论 会提到这个 现在我们再看 导体内 有一个大定律 叫做欧姆定律 欧姆斯洛 在导体里头 导体内部 比如说导体内部 我们发现 它的j是跟电厂成正比 导体内部 我们随便画一个导体好了 那么这个里头 有current density 在这个地方移动 current density 这代表current density 这个地方会有 切线 current density 那里头一定要有电场 它才会动啊 它里面的电场呢 也是这一点的 切线方向 就是说 这一点的电场是切线方向 那么 这是导体内部 所以它会产生一个current density current density跟e呢 有这样的关系 前面有一个常数 这个我们称它叫sigma sigma呢 我等等会写 它叫做电传导系数 那你也可以把这个反过来啊 也可以反过来啊 你说 电场 是等于 它跟j成正比 那么它就会有一个 比例常数是rho 这个rho我们称它叫做电阻系数 电阻系数 那么我们写在这里 这个式子 实验出来的 没有道理 就是这样子 不要问它为什么 做实验子 做出来就是这个 好 我们说rho 叫做 电阻系数 它叫做 它叫做 resistivity 它的单位是ohm 乘上meter ohm乘上meter 电阻系数 好 那么sigma呢 我们称它叫做电 传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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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讲日耳学的时候讲过 那个有一个日耳传导系数 叫thermal conductivity 现在是electric conductivity electric conductivity 它的单位 它的单位 是这个 我们写在下面 sigma跟rho 有一个关系 sigma就等于 rho分之一 它的单位呢 就是 ohm meter的导数 我们另这个 另这个 叫做 一个ohm 承导 我们称它叫做 Siemens per meter 这是一个新的单位 Siemens per meter 这个完全有实验出来 你把它记住就好了 然后我们发现 导体内的电阻系数 会随着温度而改变 电阻系数会随温度改变 我们现在讲的是导体 就是指导体 rho 会随温度变化 那么它的式子是这样子 在temperature是T的时候 它跟temperature是T0的时候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 这个关系 OK 就算 rho 0是 在温度T0的时候 T等于T0的时候 当温度 从T0变到T的时候呢 rho就变成这样子 那么这个alpha alpha 它的单位是 per c度 那么这个我们称它叫做 电阻系数的温度系数 电阻系数的温度系数 我们干脆写 英文好了 Temperatur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of resistivity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of resistivity 好 这是电阻系数 好 这是电阻系数的温度系数 电阻系数